刘邦临死之前 忽然下令要处死 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凡快 这是为什么呢 刘邦之所以要杀凡快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在刘邦看来 凡快当时属于外戚一党 凡快出申配县集团 从刘邦起兵的时候开始 就已经跟着刘邦打天下了 照理来说 这样的凡快 应该算作工程集团才对 而且还应该是工程集团内部的核心人员 但同时 除了开国工程这个身份之外 凡快还有一层重要身份 那就是刘邦的妹夫 刘邦娶了吕志 而凡快则是娶了吕志的妹妹 正是因为这样一层身份 对于刘邦而言 凡快应该属于是外戚集团 而且还是外戚集团内部 最核心也最重要的一个成员 而在刘邦并重的时候 作为继承人的刘盈 仅仅只有16岁而已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刘邦去世 刘盈不可能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 坐稳皇位 在这种局面下 如果外戚集团势力过大 尤其是 还有凡快这样一位 执掌兵权的大将军在 这对刘盈的皇位来说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刘邦在临死之前 才会下定决心 下令去干掉这个老部下 只可惜 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陈平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路上走得非常慢 故意拖到刘邦并逝 屡后掌权后赦免了凡快 凡快这才得以幸免于难 当然 刘邦和凡快的恩怨 远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的 要想知道刘邦临死之前 为何下定决心要除掉凡快 我们还是得简单回顾一下 刘邦和凡快的人生纠葛 凡快出身底层 早年就是配线一个杀狗的屠夫 而当时的刘邦 则是当地的派出所所长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身份 两人从很早的时候开始 就关系不错 没事吃吃饭喝喝酒 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如果秦朝能够一直存在下去的话 也许到了晚年的时候 凡快会娶一个普通女子 生几个孩子 继承她的杀狗誓言 而刘邦则有可能安心退休 虽然秦朝那会儿 没有退休金这个说法 但以刘邦的聪明 估计晚年过得也不会太差 俩人晚年 还是会出去 吃吃饭喝喝酒 开开心心过一生 但是 所有的这一切 都随着那场著名的 秦末农民起义 彻底改变 公元前209年 随着陈胜吴广在大泽香起义 刘邦也在配线起兵响应 拉起了一支队伍 而刘邦起兵的时候 作为好朋友的凡快 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很自然地就跟着刘邦 一起搞事情了 对于刚刚起兵的刘邦来说 凡快可以说是他身边 最得力的一个助手了 一方面 凡快长年的杀狗经历 让凡快的个人武力非常出色 上战场打仗也不害怕 完全可以独挡一面 另一方面 凡快还娶了吕智的妹妹 从关系上来说 算是刘邦的联金 这样的凡快 个人能力强 而且还能被刘邦彻底信任 所以 从起兵那天开始 凡快就做了刘邦的副官 后来 刘邦逐渐发达 凡快的地位也逐渐水涨船高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凡快始终是刘邦身边 最为信任的人 同时也是最为得力的助手 刘邦起兵之后的历史 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先是逐渐壮大 趁着项羽在巨鹿地区 拖住秦军主力 抢先攻入了关中 然后又被项羽逼着让出了咸阳 就翻汗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凡快一直冲锋在前 而且在鸿门宴上 凡快还冒着被乱刀砍死的风险 闯进去缴了贩增布置的杀局 让刘邦保住了一命 这样的凡快 在刘邦集团内部的地位 自然不言而喻了 如果说 当时在刘邦身边 后勤方面 萧和说了算 谋略规划方面 张良说了算 那么在带兵打仗方面 凡快基本上就是头号大将了 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刘邦宣布 要拜大将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 刘邦肯定是要拜凡快为大将 就连凡快自己 也是这样认为的 毕竟 在当时的刘邦集团内部 其他几位高层将领 比如周博 曹参以及卢丸等人 综合实力都比不过凡快 但结果 这个大将之位 最后却被突然冒出来的 韩信结了胡 这也难怪 当时 凡快和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会感到不服气了 不过 即便这样 凡快仍是做到了十大体不闹事 尤其是 当韩信展现出了 极强的指挥能力之后 凡快更是心甘情愿 的听命于韩信 再也不提和韩信 争权夺位的事情 这是说起来简单 但如果我们能 代入一下凡快的视角 我们就会发现 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之后的楚汉战争当中 凡快依然冲杀在前 虽然凡快没有指挥 大兵团作战的才能 只能说是一个将才 但在楚汉战争期间 凡快却可以做到 身先士卒 奋力拼杀 作为军队统帅 凡快是不够格的 但作为一员猛将 凡快就太合格了 除此之外 在汉朝开国之后 凡快依然充当 刘邦的马前卒 刘邦几次评定 异姓诸侯王 凡快都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这样的凡快 在汉朝开国 功臣集团中的地位 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更为难得的是 凡快本人在做人方面 还非常有智慧 比如说 之前和韩信竞争大将 输了之后便心服口服 甘愿接受韩信的调遣 丝毫没有怨言 而汉朝开国之后 某次韩信去凡快家里 凡快竟然直接以大理参拜 极为尊重韩信 反倒是韩信 对凡快有些不屑一顾 这样的凡快 绝对不是什么满汉 而是深谙作人之道的人 历史上真实的凡快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战很勇敢 但确实不像韩信那样 没有统帅大兵团作战的能力 但同时 底层出身的杀狗经历 也让凡快对人心非常了解 深谙作人之道 这样的凡快 不管怎么看 似乎都应该得以善终 尤其是他遇上的皇帝 还是刘邦 历史上真实的刘邦 对于那些不爱搞事情的功臣 往往都是网开一面 并未大肆图露 这一点 刘邦和后世 某个已试杀功臣文明的皇帝 显然是截然不同的 而遇上这样的皇帝 对于功臣们来说 显然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既然如此 为何刘邦临死之前 还执意要杀了凡快呢 这就和刘邦去世之前 汉朝高层的特殊局势有关了 公元前195年 在征讨应不回来的路上 刘邦因为就伤复发 生命垂危 对于刘邦来说 这几年 他一直在忙着削除异性王 随着鹰部被灭 几个强大的异性诸侯王 基本上已经被他通杀了 所以 刘邦并不担心 自己死后异性王会造反 至于功臣集团 那就更不可能了 刘邦虽然没有大肆屠杀功臣 但弹压功臣的手腕 还是有的 自从刘邦登基开始 刘邦就一直注意压制功臣集团 在刘邦的压制下 萧和不得不自无保命 张良回家修道养生 其他功臣的结果 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所以 对于功臣集团这一块 刘邦其实也不太担心 但是 就在刘邦即将撒手人寰的时候 刘邦却忽然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异性王和功臣集团 虽然已经被他打压了下去 但外戚集团的力量 这几年来 却迅速提升 已经成了一个新的隐患 汉初的外戚集团 简单来说 指的其实就是刘邦的皇后 吕志一家 至于说 刘邦他妈家这边的亲戚 反倒是不成气候 毕竟 刘邦是开国皇帝 一般开国皇帝的母族 都称不上是外戚 至于吕家这边 原本倒也不算什么 因为吕家出身比较低 也不是什么大家族 在刘邦开国的过程当中 也没立下过什么特别大的功劳 所以 吕家人在朝中的官职 大多也都不高 更没什么实权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刘邦在忙着镇压 异姓王和开国功臣的时候 根本就没注意到吕家 这样的吕家 也不值得刘邦去重视 说到底 吕家所有的权势 都是刘邦给的 同样 只要刘邦一句话 也能把吕家彻底打落尘埃 但是 到了刘邦病重的时候 刘邦忽然发现 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 这个不太对的关键点 就在于吕后本人 刘邦忽然发现 吕后的权力欲望 似乎比他想象的更强 对于朝政的渗透 也比他想象的更深 吕后的这段故事 说起来其实有点长 简单来说 就是吕后是刘邦的发妻 而且 比刘邦小很多 在刘邦尚未发迹的时候 就嫁给了刘邦 但是 刘邦发达了以后 尤其是被封王之后 很快就有了新欢 也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妻夫人 在这之后 刘邦一直想着 立自己宠爱的妻夫人为皇后 同时改立妻夫人的儿子 做太子 但这对于吕后来说 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吕智可以接受自己受苦 但绝不能接受 儿子刘盈被废 这种心理 可以说是母爱 也可以说是一个母亲的本能 所以 刘邦在世的时候 吕智几乎用尽了手段 维护刘盈的太子之位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吕智也在全力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 逐渐向朝堂开始渗透 也正是因为吕智的努力 后期几乎所有的开国功臣 都一面倒地支持刘盈 就连那位从不管事的张良 都给吕智出了个主意 让吕智去请商山四号 就这样 经过几年的斗争之后 刘邦终于放弃了废太子的面头 但同时 吕智身后的政治势力 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吕家 在吕后的极力提拔下 吕家人也开始逐渐身居高位 逐渐掌握实权 对此 刘邦其实早就注意到了 但是 刘邦一直没有管 因为在刘邦看来 吕家的强大 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首先 刘邦是晚年得子 所以 刘邦去世的时候 刘盈注定年龄不可能太大 在这种时候 有一个强大的外戚家族 在背后支持刘盈 也能让刘盈坐稳皇位 其次 吕家的强大 对于功臣集团来说 也能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这种现象 显然是刘邦希望看到的 但是 就在刘邦病重的时候 刘邦忽然就发现 局面似乎有点超出了他的掌控 一个强大的吕家 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制衡功臣集团 但问题是 如果吕家和功臣集团 最后走到了一起呢 引爆刘邦猜疑之心的 是一次不为人知的密告 史书上没有记载 当时到底是谁向刘邦打了小报告 只是记载有人对刘邦说 凡快似乎和吕后走得很近 想要等刘邦死后图谋不轨 如果是刘邦健康的时候 听到这个小报告 也未必就会放在心上 但此时的刘邦 正在布置自己的身后事 而且 就在不久之前 刘邦最信任的发小卢婉 还叛逃去了匈奴 这就让刘邦 越发猜疑身边的人 所以 当时的刘邦 听到这个小报告之后 瞬间就联想到了很多 刘邦很清楚 作为开国功臣的凡快 在军中到底有多大的声望 除了韩信这种猛人之外 绝没有第二个人 能够震得住凡快 而且 凡快很会做人 在功臣集团内部 人缘也比较好 最关键的是 他娶了吕志的妹妹 从亲戚关系上来说 支持吕后 是很正常的事情 想明白这几个关键点之后 刘邦瞬间就发现 此时的凡快 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 一旦刘邦去世 这样的凡快 若是忠心护主的话 确实能够帮刘盈坐稳皇位 但问题是 如果他借着外戚的身份作乱 想要自己做皇帝呢 亦或者 他支持吕家 让吕家全面控制了朝政 架空了刘盈 那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多给刘邦一点时间 削除凡快的兵权 并且切割他和吕家的关系 倒也未尝不可 但此时 刘邦已经病重 再也没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了 所以最终 为了维持儿子的皇位 刘邦不得不下令 直接杀掉凡快 彻底免除后患 当然 除了这个办法 刘邦其实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直接灭了吕家 但如果 吕家被灭的话 刘邦又担心自己死后 没人制衡功臣集团 怕刘盈依然坐不稳皇位 简单来说 在这个局当中 凡快被当成了一个砝码 用来平衡外戚集团和功臣集团 只有他死了 两边的力量才能相对平衡 刘邦杀凡快的原因 就在于此了 只不过 刘邦怎么都没想到 他派去杀凡快的陈平 实在是个聪明人 当时 凡快正在外地做官 而陈平考虑到吕后的存在 故意走得慢一些 并且没有就地处决凡快 而是将凡快带回了京城 但是 就在他们回来的路上 刘邦已经驾崩 吕后全面掌权 而吕后掌权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下令赦免了凡快 保住了凡快一命 就这样 凡快最后还是活了下来 纵观整个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 刘邦杀凡快的真正原因 还是为了权力 以及自己身后的平衡 不得不说 刘邦的政治嗅觉 真的很敏锐 在他活着的时候 吕智一直极力收敛自己的羽翼 仍是让刘邦有所察觉 而刘邦死后 吕智也确实全面控制了朝堂 控制汉朝长达十四年的时间 在这十四年当中 吕智几乎就是汉朝的无眠女帝 并且对刘邦的几个儿子 大下杀手 这些事情 刘邦恐怕在临死之前 就都已经预料到了 有关刘邦和凡快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 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关注 我是妖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